我們剛剛編輯的,編輯流水號 好,流水號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希望做一個更改 更改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我剛剛也做了一個更改 就是 比如說呢,我們剛剛的這個input bus 這邊是,請輸入那個 請輸入中指 中指 那到時候的話,這個值就會被輸入嘛 使用者要輸入才可以 x,然後把這個值丟過來 那這個是一種方法,就是說讓使用者去填 可是實際上,其實我們也知道 你說要讓使用者自己去填 在流水號上面其實不太合理 為什麼?因為就在那一排嘛 那你要叫他怎麼辦呢? 叫他從頭再看到尾吧 請你慢慢看,看玩家告訴我答案 不行啦 所以呢 應該自動化講起來是應該怎麼樣呢? 我要自己去判斷 判斷什麼呢?判斷B欄 它到底資料到哪裡? 資料有沒有 它資料到這個地方 control應該是按什麼? 在B欄上面按control加end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我才可以知道說 它到第幾列 對不對? 那這個動作的話要怎麼判斷呢? 實際上你也可以這樣做啦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我按下這個動作呢? 它是… 它的程式碼是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 對不對? control加end這個動作 那我怎麼知道說 那沒關係 如果你不會寫沒關係 你用錄下來的嘛 對不對? 你可以怎麼做呢? 比如我想知道說 入置 入字聚集 這個聚集叫做什麼? Ctrl Shift 這樣的話就可以停止了 停止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取得 B 欄列數按編輯 編輯之後它會取得 Selection.End X Done.Slate 其實這樣子我們也沒有辦法 完全得到說 它到底是哪一列了 所以這邊我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取得 X 取得 如果要取得 B 欄的列數 其實之前我有寫過了 所以這邊順便跟大家講一下說 第一個如果我要知道 B 欄 在 VBA 裡面它有一個